大家好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打造一個可以做雙項連結的一個地圖應用 然後相關的資料有更新在共筆裡面 對所以大家可以去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共筆區裡面去看相關的資料 好然後我是高雄人 然後我的背景是做W1的 然後我現在是做Software的Engineer 然後領域是在半導體相關 那我平常的興趣也是會對於一些Web 或者是硬體相關的題目都會有興趣 所以Costcard才會說有興趣把自己做的一些side project 然後在Costcard上面發表這樣子 好然後今天的這個應用的背景是說 有時候比如說我們在高鐵上面 高鐵上面不是都會有一些期刊 然後期刊裡面都會有寫到說 某一個地方有報導一些相關的故事在裡面嗎 然後這時候有時候就會想說 那像這樣子的故事 比如說這個高鐵如果每個月份 它更新它的刊物的時候 像這些很有意思的故事 有時候其實你也很難再回頭去找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故事所在 那有時候它也是說 比如說你路邊看到的一些看板 它裡面有介紹說某個地方 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介紹 然後或者是說 大家在比如說看YouTube的時候 或者是在滑Facebook的時候 會有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的時候 有時候像我自己就會想說 我希望之後比如說 我想要到這個區域去玩的時候 我希望我也有可以就是把這些 我以前曾經看過的這些故事 可以有辦法就是幫助我可以回想起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看這些資訊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說 那這些它是發生在地理位置裡面的哪裡 然後有這個概念 其實對我自己來講 我會很想要有這方面的一個印象 就是說我而不是說 我只是滑過一次一次的這些文章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一個story 然後它可能是用不同的形式存在 它可能是實體的版本 它可能是路邊的一個看板或者是你書店裡面的一本書 或者是說在網路上面的可能是Facebook的一篇post 或者是一個website之類的 那每一個story裡面呢 它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地標產生 那所謂地標 然後我的解讀是說它就是某一個 它有一個GPS的location 然後它有它自己的一段的介紹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說用一個圖來去解釋的話說 就是我們隨著時間 我們可能在不同的時間會接收到不同的story 然後這些story它裡面呢 它如果你用一個地理位置來表示 它可能是會位在許多不同的地方 然後每一個story它可能有 就是發生在幾個不同的地方 對 那如果大家想一下說自己會怎麼去處理這方面的資訊 你可能在腦海裡告訴自己說 好我要做個筆記 做下來 然後你可能會打開Google Map 然後大概記一下說 這個地方可能是發生在哪邊 然後在心裡面留下一個就是印象 那或者是說你自己有自己的一個資料管理的系統 然後你可能是打開Notion 或者是HackMD有一個地方可以把這個地方 這個資訊都先收集下來加個tag 然後之後我再根據 我在回頭有興趣的時候 我可能打開 指定的tag 然後去加強自己的記憶這樣子 對 那 就是 我們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接收一些不同的資訊 所以 勢必 比如說這裡顏色越深 就代表說你的印象越減 但是隨著時間的 跟你接收的資訊越來越多的時候 有些印象就是會慢慢的淡掉 好 那另外也可以 就是 大家可以想說通常你可能是怎麼去 規劃一個你想要去旅遊的地方 比如說好了現在疫情 因為大家都沒有辦法出國 所以 大家可能只能在家看一些說 比如說以前有些YouTuber他們去哪邊玩的 那或者是說呢 那或者是說呢 你可能會 因為你喜歡某一個 YouTube團體或者是 什麼influencer 然後他去哪邊 比如說 比如說 Google map上面去搜尋說 這個地方有沒有其他人有去其他哪個地方 那我可能就Google某某地方 然後空格可能是景點或者是美食 像這個方式去做這方面的資訊的收集 對 所以他在 如果你用圖像畫去解釋的話 就是說大概就是會 就是你過往就是會陸續的收集這方面的資訊 然後當有一天你想要開始安排的時候呢 我就是指定了某一個地理區域 然後再去規劃說 我要怎麼樣子去把這些景點都走過去這樣子 對 但是 常常會發生一定會說 你心裡會想說 我好像以前誰介紹過這個地方 可是我就是怎麼想都想不起來 然後這種感覺其實是蠻鬧人的 可是好像又蠻常發生的 所以呢 那這個就產生了一個需求 就是說我想要有一個工具 然後它可以幫助我很方便的收集一些故事的景點 然後我在出外的時候呢 這些我可以有一個工具可以幫助我 去得到這些我過去可能有看過的 的故事跟景點這樣子 好 那這裡也有受到一些 像是生產力工具的啟發 然後這些工具都是要建立一個雙向的連結 讓你在收集資料的當下 然後你可能也有加了一些hook 然後可能是加個標籤 或者是說圖像化的有一些連結先 那你當下我就可以專心在收集的資料 那我事後我可以透過一個工具 幫助我把這些連結再重新的建立起來 對 好 所以這個工具基本上它的目的就是要 然後當我選定一個區域 我對這個地方 我想要把我過往有紀錄下來的都可以再回推給我 對 好 那基於這樣子就會 我會基本上根據自己的需求 就會去列出說 我希望這個工具可以幫助我做到什麼 哪些事情 然後我可能希望這個工具 我可以拿來收集不同的故事 就是Landmarks 然後呢 那我可能也希望說我手機上面我也可以去 去操作這樣子的一個應用程式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稍微想一下說 像這樣子的應用 我自己是覺得我希望一個互動的地圖 能夠佔有最大的比例 所以就是我的主要的畫面 我希望我的切分就是3比2比1 就是 就是一半的訊息是拿來做一個像 我可以 像是Google Map可以縮放啊 這樣子的一個互動的介面 然後再來就是取一個區域是說 我可以提供一些像是景點的列表啊 像這樣子的 那如果說在次要的資訊像是有一些標籤雲什麼的 我就是放到最 就是我的應用的最右邊這樣子 好 那我這裡主要的實現方式呢 是用 我這裡是用Google Spreadsheet 來當作我的一個Database 那我也透過Google的Appscript的這一個 API的工具來操作我的表單的內容 那我前端呢就是用像是 用Leaflet作為一個操控地圖的一個API 然後 那整個前端的應用程式就是放在Github上面 然後用Pages的方式讓我就是可以跨平台的去使用 好 好 那這整個操作流程呢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我看到了一個YouTube影片 它可能是介紹北埔 那看到北埔的時候呢 我的第一件是我想要記錄一下說 它裡面有去過哪個地方 所以我在整個我的初始的頁面裡面呢 我就是去把它的連結先貼進來 然後我這裡寫的一個工具就是基本上讓我可以去 就是現在可以看到的是說 像我會想要記錄下來就是說 是在這個影片裡面的比如說幾分幾秒 他有介紹到某個地方的景點 所以有時候有些那個就是YouTuber 他會把他的時間上面的timestamp的資訊 就是寫在他的介紹欄裡面 那像這個時候呢就是 那我這邊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這個資訊轉化成 我希望我自己的工具可以就是 可以預先設定好的一個資料格式 所以像這裡可以看到說我這裡預設的一個資料格式 就是一個plan text的一個文字檔 然後這文字會定義說這一個每一個景點它的地點 就是GPS的坐標 然後還有就是它在時間 它的時間搓跡是幾分幾秒在這個影片上面 然後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還缺少了GPS的資訊 所以呢我就要透過Google Map的一些 讓Google Map來幫助我找出說這些點它發生的一個 的位置在哪邊 那像Google Map通常它在這個 瀏覽頁上面呢它就會有包含了它的 GPS的坐標 所以我這裡的小工具就是做一個簡單的轉換 好那基本上這裡都輸入了之後呢 就是我就建好了這一個story的一個內容 好然後像這個介面呢 當我再重新點好點進去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把我之前就是紀錄下來的這些景點的位置 就把它就是存到我的後端的spreadsheet裡面 好那我之後我再關 對那我事後我在就是想要去看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是發生在幾分幾秒 然後我如果點一下它就可以快速的 入面到這一個指定的地方 那目前為止就是講的是說 我怎麼去收集這個資料 那真正想要比如說我在做一些功課的時候 比如說我想要做一個旅遊景點的功課的時候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我想要有一個地理上面的概念 那除了地理上面的概念 除了我有一個就是地圖工具上面的量表可以提供我一個就是距離的概念之外呢 那看一下 那這裡可能就是先講說 當我比如說之後我在做一個功課的時候呢 我就是在地圖上面zoom in到我想去的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工具可以告訴我說 我之前我曾經有見過的資料 它可能是來自哪一個story 那藉由這個可以幫助我去回憶說 我就是這個地方可能當初我已經自己過濾過 因為我有興趣所以我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子的一個地標這樣子 好 那基本上 實作的細節的話呢 就是說 一開始是分階段去實作的 一開始我們就是有點像是 就是土法面康的在打開一個spreadsheet 然後像是就是一個一個欄位的去建立這些景點的資料 然後基本上有兩個基本的tab 一個是story 就是記錄說我總共有哪些的story 然後每個story都會跟著一個storyID 那我在landmarks的這個tab裡面也會列出說 我有這些不同的landmarks 然後它分別屬於 它會有一個就是它屬於的story的ID來標記說 那我這個landmarks它是出自於哪一個故事這樣子 好 那這個 因為分階段去實行嘛 所以我一開始就可以比較專心的去 實作這個界面 那當我基本的功能完成之後 我的下一步就是可以做說 我如何用網頁的一個格式 來修改我這個spreadsheet裡面的資料 所以才會有下一頁說 那我基本上我就是有一個編輯的一個介面 然後它裡面會自動帶入說 喔這一個youtuber它可能透過youtuber的API可以得到說 我給它的一個youtuber的網址 然後它可以回傳說我的這個作者啊 然後影片的名稱這樣子的資訊 然後還有說我自己定義了一個去描述一個landmark的語法 然後去說我的這個story裡面有包含了哪些的景點這樣子 那像同樣的資訊啊 它因為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格式 像是這裡就是剛才提到說 喔我很習慣用這種方式來做景點的編輯 那如果說我想要方便我閱讀的話呢 我就是用html的方式去呈現 那我今天如果是要做我的前端的程式的時候呢 我就是用json的方式 那如果打開那個console mode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喔我從google appsscript裡面回傳的資料 然後我根據這些資料再去做一些操作 那另一個面向就是說 我的spreadsheet裡面也有同樣的資料 但它就是用我們常常看到的 像是excel的一個格式存在這樣子 那在思考怎麼去實現的時候就會想說 我的資料的階層是什麼樣子 像我一個story裡面會有一些基本的attributes 像是title或者是author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標籤 然後一個story裡面可能會有包含有一個landmarks的array 然後每一個landmarks它分別要用 就是它應該要具備的這些屬性這樣子 那這裡就是有像剛才提到說 我是用一個google的表單來當作我的資料庫 那它基本上就是有最重要的兩個tab 就是分別是landmarks跟stories這兩個 然後中間是透過storyID來讓這兩個 關聯性建立起來這樣子 好 那在前端的應用的話呢就是 當我需要者資料我會發送 我透過jQuery發送一個get或者是post的command 然後這個command呢在google的appscript裡面 我會針對當我接受到這個指令的時候 我去做相對應的動作 然後再把處理完的資料回傳到我前端 然後所以我前端的console就會得到我應該要接收的資料 對 好 那這裡就是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說我想要去 比如說根據作者來去把做搜尋 就像說我的最右邊的這個資訊我想要搜尋指定的tag的時候呢 我在表單裡面它實際上做的事情是說 我建了一個叫sql query的一個tab 然後呢它有提供一些spreadsheet支援的 像是sql的語法然後來去做一個資料的檢索 像這裡就是說我要去檢查是在e這個column裡面 如果它的指等於指定的指的話呢 我就會回傳就是對應的資料 那它在appscript裡面它就是對應到說我接收到這個指令 我想要querystoriesbyauthors的話呢 我就是去下一個就是query的指令到spreadsheet裡面 那spreadsheet就可以自動產生 它會自動幫你檢索然後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檢索出來的資料 再回傳給你的前端的應用這樣子 那search的功能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也是透過一個像是sql的一個語法 然後它的檢索是說當我a這個column裡面 有包含了我指定的這個的話 指定的這個自傳的話呢 我就會把對應的資料給貼到這個sql這個tab裡面 然後再把裡面的資料再回傳給我的前端 好 那這個地圖探索的功能基本上就是說 我給定了一個GPS的位置 然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根據這個zoom的area 就是我有四個角落的GPS跟我中心點的 我就是去我的database裡面主條去檢查說 我的landmarks的GPS是不是落在我的這四個角的範圍內 如果是的話呢我就把這個資料就是append到我的一個list裡面 然後當我全部都掃完一次之後呢 我再把這些資料回傳到我前面的應用這樣子 那這裡還有一個概念是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個功能 就是說有時候地圖上面的絕對的位置 雖然我知道它是500公尺 可是我不知道我實際上走起來的感覺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這裡加一個功能就是說 我用當下的這個zoom level 然後移到我一個比如說我很習慣的一個環境 比如說我就可以得到一個資訊說 這個我現在收集到這些入港的這些景點 然後這個比如說左上角右下的距離 它大概是比如說我高雄家裡面到高雄文化中心的距離 之間的一個比較 那這樣子就會你心理上就會有一個概念說 比如說我在家裡很常散步的距離 然後它對應到我想要去的這地方大概距離是什麼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因為這個是host在github page上面 所以當比如說你出外想要 比如說今天來台科大這邊 那我想要看說我附近有沒有哪些是我過去曾經 紀錄下來的景點的話 我就是透過手機的一個方式 然後寫一個就是 地圖搜尋 然後我可以適用於手機大小的一個環境 然後去找尋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大家對於這樣子的應用有興趣的話 那大家可以去把 就是可以自己去這些資源上面把它摳下來玩玩看 然後這些資訊都有在那個共筆裡面 所以那個大家後面可以再去上面看一看這樣子 那接下來幾個是自己有在試著實驗看看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因為像leaflet 它可以把pdf或者是png 可以把圖片用類似地圖操作的一個介面去操作 所以這個代表說有沒有可能說像是一些觀光的導覽頁裡面的一個功能 有提到特定景點的地方 你之後我在想要找這個地方景點附近的資訊的時候 其中一個資料來源可能是說 它可能曾經存在某一個導覽頁裡面的某一個地方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提供你 就是之後這個地方的一些資訊 好 那另一個我自己有在想做的事情是說 目前為止我的資訊來源都是從外部來的 像是比如說facebook裡面的文章 這些比如說youtube這些都不是你自己擁有的 你只是提供一個link 然後link到這邊的地方 那如果說這裡有一個像是block的一個系統 那其實你在 就是這也是其中一個描述一個story的一個載體 就是說你自己可以去 就是在這樣子的平台上面去做一些寫作 然後其中一個是說 比如說你的文章裡面有提到特別的景點的時候 你也可以透過像同樣的這個平台 可以快速的zooming到這個指定的地方上面這樣子 那地圖上面也可以透過一個map的功能 如果說它裡面有指定的地點 然後它對應到實際上地圖上的某個地方的話呢 也可以有一個快速的zooming的操作 可以快速的zooming到那個地方 那對整個地理的概念上的加強 是會有一定的幫助這樣子 對 好那目前為止像這樣子的project 因為實際上是自己在工作之餘慢慢開發的 所以自己也有給自己一個roadmap的一個規劃啦 但有時候比如說先列上去是一回事 真的有空有閒要做的時候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就是看 但基本上就是透過一個roadmap 然後說哪一個版本我想要加什麼功能 然後之後想到的話再慢慢加進來這樣子 對 好 那後續如果大家對這樣子的有什麼feedback的話 也可以在discord的這個地方 可以給我一些feedback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那不知道沒有問題想要發問 請問一下就是 像你一開始在選擇那個 Google視算表當作儲存資料庫的地方 然後所以我有一個好奇的 想要問的是說 那個比方說 YouTube的影片比方說是13秒提到某個地點 像這個的連結資訊它是可以儲存在wikidata嗎 還是我不太確定 就是說 一開始有時候為什麼會想到的是 直接儲存到Google視算表這樣子 其實Google視算表裡面 它的形式也只是變成一個自傳 它可能是分冒號秒這樣子的一個自傳 所以 會用Google視算表只是單純我覺得 我可以先不用去自己加一個server端 我就是可以用一個 我平常就會操作的Google spreadsheet 我就可以來直接操作我的資料 對 只是這方面我覺得 對我 因為我之前在其他project也有用過 所以我比較熟這一塊 可以快速幫我去把這樣子的一個prototype 幫我去做出來 所以才會一開始就直接用 spreadsheet 對 對 那因為它其中也因為這樣子的應用 目前使用者只有我 所以我可以針對我自己的spreadsheet 我就可以很方便的操作這樣子 對 那如果是你要讓很多人使用 我覺得還是要走回到說你要有一個server 然後去run一些資料庫這樣子 對 那還有人有問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是換到下一場 那再次感謝Ivan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